黑客天才永振为了同伴 把自己献给财团总裁 没想到以交易开始的感情 却是一眼万年 世界上除了普通人 还有卓越的Alpha和Omega 黑客天才李永振出生于岛屿 是个不完全Omega 从小跟着老师长大 在老师的介绍下 接受了一份特殊任务 与要好的郑勋大叔和恩英 前往金库转移行动 在行动的前几天 时间和地址进行了更改 新的金库转移行动 大家紧急调整作战计划 永振负责解决金库门的安保系统 大叔和恩英镜金库拿东西 行动当天 永振一直盯着监控 发现情况有变 正想给同事提醒 突然啪啪两声 一把枪 顶在永振后脑勺上 命令他打开金库大门 善良的永振 壮着胆子与黑衣人谈判 打开大门可以 但是要放过自己的同伴 在得到保证后 永振打开了大门 随即被黑衣人带走 携走永振的人 正是这次活动唯一的投标者 财阀总裁徐正贤 一个完美的Alpha 他认定永振一伙人是小偷 一问他在为谁做事 但是永振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是在帮老师忙 徐正贤看中了永振的代码能力 用同伴的安危 作为筹码帮他解码 永振很快解开了代码 里面藏着复活节彩蛋 是顶级的机密 看来永振的破译能力 可以成为交易条件 永振告诉徐正贤 代码里隐藏着另外一套密码 这里面有什么秘密 徐正贤会不会留下永振 黑客天才永振被财罚老大俘虏 除了帮他破译代码 还要拍摄扑克视频 永振用了两小时 就完成了别人48小时都解不开的代码 果然是难得的天才 两人开始了正式的谈判 永振的条件只有一个 放了自己和同伴 然后帮财罚破解出第二个命名 作为老奸巨华的生意人 徐正贤让他只能选择一个人留下 最后永振决定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担保 并且两人拍摄扑克视频 帮徐正贤上后多年的沈社长 因为称呼上的冒犯被徐正贤直接下手处罚 这就是徐正贤 一个不允许身边存在威胁的男人 徐正贤没有办法参加第二次竞拍 因此吩咐手下把定金退给全专务 必须破解出负活节的第二个秘密 才能得到竞拍的时间地点 徐正贤把永振带来房里 给他调了饮料 拨光的永振确实是个小美人 打开摄像机 记录了吃干抹镜的一场游戏 徐正贤也不害怕流传出去 毕竟对方的同伴还在自己手里 第二天永振就破解出了彩蛋 竟然是一个谜语 东西就在雅典心事件 按照约定 徐正贤把永振的两个同伴放了 还让他们通了电话确保安全 徐正贤提出了第二笔交易 报酬可以是永振理想价格的十倍 但永振提的要求 居然是让徐正贤在床上陪他到天亮 一个更像恋人之间才会提出的要求 尽管惊讶 徐正贤还是答应了 补身温柔地贴上了永振软绵绵的嘴唇 永振醒来走到浴室 结果被徐正贤一把拽进去 用尖实的胸膛抱住永振 邀请他共同沐浴 还为他准备了一桌的食物 永振从小身体不好 胃口也很小 徐正贤非常怀疑他是不是未成年 因为作为Omega 永振的个子实在太小了 吃饱饭也该干活了 徐正贤到底要永振做什么 飞客天才与财阀老大的组合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永振答应徐正贤帮他做事 两人乘坐私人飞机前往任务目的地 一切安排妥当后 徐正贤拿出一份临时合同给永振 告诉他有两个选择 要么留在首尔公寓里等吩咐在工作 要么住在集装箱里向奴役被使唤 显然这份合同是前者更加 永振只好签下了合同 而永振需要做的就是帮忙破译解码 找到复活节第二个彩蛋中的物品 除了破译工作报酬外 徐正贤还给了他赚零花钱的机会 永振尴尬地说其实可以不用钱 只不过是睡觉而已 两人玩起了刺激的冰块游戏 连续一夜的兼职 永振精疲力竭 第二天徐正贤给了永振七千万 说是昨天的费用 永振把钱收下准备拿去还债 毕竟以后还有很多需要用钱的地方 徐正贤这几天都在忙着入手解禁的股票 还有海珠货运的事情 已经好几天没和永振做什么了 忙完的第一件事就来找永振 一把将他抱在自己腿上叙旧 永振感到很不安 自己什么都没做已经收到很多钱了 徐正贤心想 这家伙一定没遇到什么好老板 这点好处就满足了 两人正在欢愉中 徐正贤突然让新来的警卫员到房间来 原来是因为永振说 他不在时候警卫员很照顾他 徐正贤就用这种方式宣告主权 让警卫员走人 睡梦中 永振又梦见故乡的岛屿 梦里大家都离开了 只留下他一人守着那座岛 只有大叔和老师会去看他 永振真的很害怕所有人离他而去 真的好想遇到一个好的阿尔法 还在梦境中的永振被轻柔的喊醒了 光睡觉就能赚钱 果然跟着财阀大佬就是不一样 徐正贤叫醒了正做着噩梦的永振 温柔的把他抱进房里 这是他们第一次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躺在一张床上安稳的睡着 徐正贤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情后 第一时间就带永振去吃鱼料理 今天的徐正贤异常的温柔 吃完饭 两人撑着伞在雨中散步 周围金黄的树叶显得尤其美好 徐正贤一个堂堂财阀老大 居然为了给永振撑散自己赢了一身 要知道他一向都是个心狠手辣受不了 旁人一丝不尽的人 这样的他似乎也为永振着迷 但是徐正贤也有遇到麻烦的时候 阿尔太火急火燎的找到永振 请他帮忙接回老大 还给了他一件旗袍和项链 需要扮成女装才可以进到那个地方 永振虽然觉得便宜 但想到徐正贤已经给了他很多照顾 还是换上女装去接徐正贤了 不得不说 换上女装的永振真的非常惊艳 周围的工作人员见了都忍不住夸一句绝美 一路上都是来搭讪的男人 永振上楼时正巧看见两个服务员往酒里下药 正想去阻止结果被当成送酒的 永振只好端着酒进了房间 一眼就看到被一群女人围住的徐正贤 四目相对 徐正贤看见女装的永振来也非常惊讶 这时对面的女人说 这是我为你准备礼物 希望不要拒绝 徐正贤早就看穿了这些计谋 端起酒杯一以而尽 原来徐正贤是药物免疫体制 一般的药物对他根本没有作用 说完搂着永振回复女人 这个礼物我收下了 徐正贤打亮着眼前这个美人 疯狂地享受他身上迷人的味道 最后一把扛起了永振 在众目睽睽下离开 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贝克天才男扮女装 混进酒吧解救财阀老大 却亲眼看见徐正贤喝下一杯毒药 还好他是药物免疫体制并无大碍 事后徐正贤扛着永振 回到住处旅行两人的契约 一夜欢腾 两个各怀心事的人 最好是保持纯粹的交易关系 但徐正贤流露出的这种温柔 让永振陷入了痛苦 他清楚自己不应该贪恋这样的情感 自己本就是带有目的来的 现在到了该走的时候了 绝不能心软 趁着徐正贤参加拍卖会的时间 永振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逃离这里 永振按照伙伴提供的路线顺利离开 到达安全的地方后 永振打开了电脑 但是没想到打这一刻 开始就暴露了位置 目前手里只剩下一台封不了电的电脑 他心想 还是找到老师把东西交给他吧 别误他吧 李永振失踪后的30个小时 徐正贤坐在房间里一言不发 回想起最近发生的一切 才知道自己彻底被骗了 强忍着怒火 吩咐手下务必把李永振 毫发无伤带到眼前 他们猜测李永振 可能是故意出去生殖功能的Omega 也可能是使用了刺激阿尔法性的荷尔蒙香水 利用永振留下的毛发 他们做了基因检查 同时也确定了永振的所在位置 徐正贤想不通 为什么永振会要求和他在一张床上睡觉 难道对别人也这样吗 这让徐正贤感到愤怒 此时永振乘坐的飞机 因为突发情况被迫停飞 而机场遍布训练有素的人 永振知道 这不是意外 是有人安排的 想到自己如果被抓 应该会被当场处理吧 强烈的负罪感 让他感到恐惧与惊慌 结果 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成功对接上了伙伴 如愿回到了韩国的土地 回国第一件事 就是将东西交给老师 却发现郑勋大叔和恩英都失踪了 为什么做了这么多 还是没有保护好同伴 飞客天才永振 背叛了财法老大徐正贤 偷走机密连夜逃跑 本以为将机密交给老师 永振就可以脱离这样动荡的生活 结果老师说 郑勋大叔失踪了 对于永振来说 郑勋大叔从小关照他 就如同亲人一般 他接受了老师的新任务 联系恩英姐 找到郑勋大叔 永振来到了恩英的住处 恩英的状态非常沮丧 在犹豫之后 还是提醒永振要警惕老师 他不像表面那样的友善 如果老师真的疼爱永振 就不会一次次 只是永振干这些事 这对永振来说太残忍了 毕竟老师是自己最信任的人 但是永振也清楚老师并不简单 所以他选择对老师撒谎 隐瞒了恩英的行踪 并处理了监控恩英的摄像机 在返程的路上 永振和伙伴在餐厅碰面 却被告知了一个更残忍的真相 老师在找能避开政府视线 把郑勋和恩英处理掉的承包人 让永振找到他们并不是出于关心 而是想要结束他们的生命 永振不敢相信 老师竟会这么残忍 打算独自开车寻找大叔的下落 半路上发现有人在跟踪自己 激紧的永振把车停在了加油站 从卫生间逃跑 打算乘坐动车离开 同时永振的一举一动 都在徐正贤的坚实之中 他知道永振已经见过恩英 下一步一定会去找大叔 只是来晚了一步让他逃走了 徐正贤马上下令把铁路所有的空座全卖了 这一次他一定要抓到永振 高铁上的永振蜷缩在位置上 默默的忧伤 疼爱自己的大叔失踪了 从小信任的老师利用自己 这些事都让永振喘不过气 梦里他又看见了徐代表 用他温柔的手抚摸自己的脸 迷迷糊糊醒来发现 徐正贤居然真的出现在眼前 徐正贤盯着永振说 你很能跑啊 飞客天才永振背叛财罚老大后逃跑 被抓到会有什么后果 徐正贤找到了消失20多天的徐永振 他拿着当初签订的雇佣协议质问永振 难道上面的巨额违约金 你都不在乎吗 永振愣在原地 竟说不出一句话 从一开始和同伴劫持金库 到伪造数据解码 将徐正贤的机密偷给老师 他就预料到自己一旦被抓住 就会被无痕迹处理 但是徐正贤却说这些他都能处理掉 永振疑惑地看着徐正贤 这些都是自己背叛他的证据 处理掉是什么意思 原来徐正贤早就知道永振的处境艰难 很多事情已经超过了他的能力范围 如果不及时处理 永振肯定要受到制裁 永振彻底破防了 两人深深地拥抱在一起 分开的20天里 对彼此的想念都没有停止过 这样的拥抱甚至比之前更加炙热 徐正贤把永振带回家精心照料 知道永振心理挂念郑勋大叔 默默地将大叔保护起来 永振也从大叔那里证实了老师的谎言与算计 原来 自己真的只是老师的一颗棋子 他回想起从前在海岛的生活 那是他第一次找到工作 开心地与老师分享 满怀欣喜地开启平凡的生活 但是人生从来不是坦度 永振被一群男人欺负并拍摄了视频 他们像恶魔一样逼迫永振拿钱熟视频 永振瘫软在地上 没有任何反击的能力 那时是老师站出来解决了 老师让永振帮他做事用于还钱 从此他就为这件事活着 徐代表心疼地拉过永振 把小小只的永振抱在怀里 安抚着说 这些事他会解决的 永振为了老师背叛徐正贤 结果反被老师利用 而徐正贤却是保护自己的人 这让永振万分愧疚 任凭眼泪流干 不断地向徐正贤道歉 两人兵释前嫌 在这一刻 真正将真心与信任交付 徐代表不会放过伤害永振的人 你的仇 我来报 被自己最尊敬的老师PUA 为了赎回视频欠下巨款 这一切永振该如何面对 永振老师的真面目已逐渐浮出嘴面 财法老大徐正贤约见了文代表 也就是永振的老师 写满贪婪的眼神 让徐代表感到厌恶 但是为了永振 他想要亲自会议会这个老师 对于徐代表想要拿回自己的东西 老师开口就要2500亿 足足涨了十几倍 对付贪婪之人 没有什么比前来的更有效 徐代表同意支付 但是条件之一是部分用药品代替 老师果然上钩 同意了交易 毕竟也只有徐代表 能有这个实力拿出现金 好戏刚刚开始 药品交易一向是最危险的 一旦发现免不了牢狱之灾 徐代表将晚上的交易透露 给了政界朋友 就等老师亲自挑进现金 徐代表是极少数的 优性阿尔法异常种 由于某些器官未发育 徐代表很难感受到心稀素 但是在永振身上 总能闻到甜甜的香味 这让徐代表很费解 打算带永振检查是否怀孕 面对徐代表做的一切 永振都记在心里 我对你好 但是你需要帮我做事 只有徐代表告诉永振 你什么都不用做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永振的思绪 全新宇来找永振有什么事 为何眼里充满了敌意 原来当初永振拦截拍卖会的 第一件物品就是全新宇的 但他来找永振 是因为去年续兰方山的内部被黑 唯一一个通往P级研究室的门 是被永振打开的 他需要永振的帮助 虽然做了这些违法的事 但永振什么都不知道 一切都是听老师的指挥 他就是一个机器罢了 话没说完 全新宇突然给永振手背打了一针 莫名其妙地说着 人不可信 机器可以 从小尊敬的老师 终于要对永振下手 这场交易永振就是货物 永振在与全新宇交谈过程中 老师打来电话 让永振再次转移当初 从徐代表那里偷走的机密数据 永振在电话里答应了 老师还是依旧相信永振 但自己偷的东西 自己还 这场交易他来和代表做 徐代表与永振温存时 不断地让永振相信他 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安全地待着 但是永振已经习惯了谎言和背叛 即便徐代表真的很好 还是想亲自验证一次 永振坐着老师安排的车 前往交易地 手机被强制没收 司机直接将交易的货物给了永振 这很反常 毕竟这么重要的东西 居然直接给了自己 不得不让人怀疑 交易另一方的人来了 竟然是一个老太婆 上来就问永振是不是不孕 还命手下制服永振 原来这场交易根本没有徐代表 手上的货物也是赢品 而这场交易真正的目的是 老师想要除掉永振 把他当作货物卖掉 既然老师已经撕破脸 那就趁这次机会开启新生活吧 永振提前就和伙伴做了交易 只要自己遇到危险 他就会出现帮忙 伙伴直接解决了老太婆的手下 通过逼问送他过来的司机得知 老师一共有五个赝品 永振手里一个 还有一个将会在今晚的交易中 交给徐代表 永振赶紧拨通了代表电话 告知了老师的计划 在电话另一头徐代表 始终关心的都是永振的安危 其实这些事情都不重要 他只想确保永振安全 徐代表将与老师的交易 安排在凌晨三点 交易的货物将是百分之一百要五 老师收货的时候 检方就会出动逮捕 同时会前往老师的办公室 收集犯罪文件 但真正的货物并不在精英社 那里是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地方 永振告诉徐代表 真正的仓库只有他知道 他一定会把自己惹的是解决掉 老师的记者